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常家裡裝修完後 新傢俬和新油漆都會釋放出一層 癡鼻難聞的氣味 聞得多、感覺不好之餘 也會影響身體 但究竟怎樣才可以清除這些氣味呢? 不如請我們的空氣淨化專家Matthew 教我們怎樣清除這些氣味 我們現在身處於一個新裝修的小朋友房間 我們現在要量度原發粒子的數量 和量度Voc Voc是甚麼Voc? 其實是說我們中文叫做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是說一些新油漆、新傢俬揮發出來的化學物 我們現在量度到這間房的Voc 大約300分左右 一個正常的水平 最好保持大概81分左右 我們稍後會用一部空氣淨化機 來放進房間 大約10至15分鐘左右 我們可以看看開前和開後的分別 15分鐘前的水平大約300分左右 現在開了15分鐘 已經下降了一半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水平 其實這部機有六個風速 其實它最大可以做到800呎空間 可以看看另一件事 這個儀錶是當空氣的原浮粒子 現在這個數字是說 每一公升空氣裡面有多少粒原浮粒子 今天街外面 其實是有差不多9萬、10萬左右 WHO的水平 其實他們說 最好保持低於1萬以下 就叫做一個Excellent Class 一部空氣淨化機 就可以大大減低Voc的數值 原來想在家裡呼吸真正的新鮮空氣 都不是那麼難 晚安 晚安